大家有沒有見過這個圖片呢? Hello 大家好!又到花姐好找食啦! 今天厲害啦!帶大家去看看這個日蚊龍蝦! 餐牌方面都是要掃取QR Code 進入後已經是中英文,非常方便 亦有分不同項目 有鍋氣小炒、雙西烈火燒烤、絕味烤串、海鮮燒烤等等 只需一路向下拉,就可以看所有菜單 雙西烈火燒烤、雙西烈火燒烤 她有很多選擇,每樣看起來都很想吃,很難選擇 雙西烈火燒烤、雙西烈火燒烤、雙西烈火燒烤 最後會有一個午餐特別的項目 如果你們來吃下午就很划算了 這個又想吃,這個又想吃 最後我們五人點了13碟菜,先吃吧!不夠再加! 開飯了! 有這個豬大腸 有這個豬大腸 很脆 然後我想吃這個就是豆干香菜卷 這個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這個是豬肉奶丁 啊!啊!啊! 啊!啊! 雞丸骨 反而這個不辣 這個有點焦汁 你串串都很辣 你就覺得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 真的 雞腎 雞腎都不錯 我想最辣是豬肉和豬大腸 這是鳳爪 我第一次吃串燒鳳爪 真的是 真的 都是滷骨 不是那個味道很怪 是那個感覺很怪 是吃鳳爪 燒鳳爪 不像茶樓的菜 那些蔥爪 一拌骨就脫出來了 這個就是 纏著一點點 那塊骨 要慢慢的 饅頭啊! 一塊而已 饅頭沒有另外那間那麼脆 另外有一間那個燒饅頭 炸脆了 很香 一蚊龍蝦 看看好不好吃 這個是美極 但是樣子不是很美極 少許美極 都不錯 它沒有說那些粵菜酒樓 它會油泡過很多油 這個也沒有 也挺乾身的 那它是否極味呢 又不會超強 嗯 都不錯 它說一張桌子35元 可以叫一隻 但是如果你有四個人的話 你單單如果有140元 就可以叫兩隻 就是一隻太少了 你吃五個朋友就夠分 這個蜆呢 是涼拌的 不是熱的 很東北香味 但是有些芫荽 有些蒜蓉 其實也挺好吃的 這個蜆很好吃 是不停地 一隻一隻吃一隻 追著吃 因為不辣 而且它是有些花椒的香味 但是真的不辣 少少辣 很開心找到這間 有尖醬菜 東北尖醬菜 雖然我在婆婆家做果吃 但是也想外出試吃 那我就包了 有生菜 青瓜 蔥 還有一條辣椒醬 那邊有辣椒 然後還有一條辣椒 但是包不了下去 最好吃的是包那個 豆腐皮 多做一個 包蟲包 好吃 好舒服 這裡是一個空間 所以有人上台唱歌 有燒蝦 還有一個台 大家聽到 一邊播歌 應該是有卡拉OK 另外有一些卡拉OK房 全燒雞皮 雞皮 夠脆 軟了 一點 全是變得愛 我也不喜歡 就算你的不幸 人在街上之外 想你相信 我的愛 值得你愛 這個火焰牛 好像是飯腸一樣 沒有燒烤 不是我身的 好看 好看 不好吃 可以不賣 這個是高麗菜 高麗菜 高麗菜OK 這個味道都OK 不會太鹹 這些是很普通的 加上小菜 他都做得很好吃 第二個 薑蔥龍蝦 我們因為叫夠了140元 我們有四個人以上 我們有四個人以上 薑蔥味都OK 比極野味 是國常更淑浮 一開始 我整個搭配 我們還會還未彈到 我們最喜歡的 它們還仍在做些 浮沫 希望知道更多場景 就去他們的網站 最後希望大家千萬不要忘記要CLSSO 就是留言、Like、Share和Subscribe我 為了答謝大家,在這裡送兩首歌給你們聽 多謝 拜拜 因為我在身邊 愛我的眾 如果你說你不愛我 有了你會相信你 甚麼都清心無念 閑魚白菜也好好味 我願你會用共追 分分鐘需要你 你像是陽光空氣 有了你開心點 甚麼都清心無念 閑魚白菜也好好味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你們 三分鐘需要你們,希望你們會喜歡 多謝